好消息 河南郑州刚买五年的房子免费送给你 大陆这名男子在微博上公开送房 唯一条件只有收里的人要缴完剩下的90万人民币贷款 没想到罚人问津 原来有人一查按当地二手房价 现在那栋房子已经连90万都不到 最新数据更显示 大陆房价惨的不只有郑州 6月份七十成房价昨天出炉 6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1成 这数字较上个月减少了15成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平均算下来 6月大陆新房价格比去年同期跌了0.4% 也比5月下跌0.1% 二手房的行情更惨 3月还有57座城市房价上涨 到6月还能涨的只剩7座城市 二手房方面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 一二三线城市的价格均有所下降 上涨的城市都不到七成 比上个月有所减少 除了房价之外 大陆最近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也都不理想 6月份出口下跌12.4%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跌了5.4% 为了促进生产 河南商丘响出了企业宁静日 简单的说 就是每个月1到20号 执法机关不会到各企业视察挑毛病 党地官方说法 企业宁静日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 但也有人担心 面对能源等高风险产业 每个月有20天没人管 恐怕会升高风险 David新闻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